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4日 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一份本周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 今年美国房屋保险费率预计将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增幅最大的地区是那些容易发生恶劣天气的州 根据麻州保险对比平台Insurify的数据 预计到今年年底 美国房主保险的平均保费将达到2522元 主要是因为自然灾害加剧 在保险成本上升以及房屋维修费用上涨 Insurify表示 许多美国人愿意买房 因为他们认为有自己房子后 住房成本相较租房更加稳定 但保险费率的上涨趋势又让住房成本更加难以预测 Insurify的管理和运营副总裁斯黛拉·麦西斯黛拉表示 风险最高的地区可能无法投保 然而 通常来说 哪里有需求 哪里就会出现供应商 问题是 代价是什么 随着恶劣天气如雷暴导致的损害日益增加 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频率和严重程度的上升 家庭保险正日益成为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数据显示 20世纪80年代 美国平均每年经历大约三场造成10亿元损失的灾害 但2010年代灾害数量却攀升至每年13起 去年 美国遭受的至少造成10亿元损失的灾害创历史新高 达到28起 自然灾害风险最高的州预计保费最高 其中 佛州的家庭保险费率已经是全美最高 预计今年还将再增加7% 使该州平均水平达到11759元 是全美平均水平的4倍多 分析称 包括德州和华盛顿州在内的6个州 今年的保险费率将几乎持平 南达科他州是唯一一个保费可能有实质性下降的州 其平均保费预计下降约3%至2488元 对于保费上涨的州 Insurify的研究人员主要将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的增加 据EcoWeather称 美国今年预计将出现爆炸性Explosive飓风季节 6月至11月期间可能会出现多达25场风暴 与此同时 海平面上升和其他不利的气候变化 也将影响那些历史上风险较低的海岸州 如缅因州 分析还指出 除了在保险成本的上升 以及与房屋重建相关的成本不断增加 导致保费上涨外 保险欺诈和法律纠纷也是造成保费上涨的原因 根据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andy Santis2022年4月的一份声明 这个问题在佛州尤为严重 该州占全美家庭保险索赔的9% 但却占索赔诉讼的79% 在加拿大努力应对毒品危机之际 一项针对安省4年来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的最新研究 揭示了这些受害者的具体信息 这项研究强调了阿片类药物过量对黑人 亚裔和拉美裔吸毒者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 并提出安省少数族裔社区是否得到了所需帮助的问题 本月 多伦多Stity Michaels Hospital医院的研究人员 在BMJ Public Health杂志上发表了这项研究报告 详细列出了因阿片类药物中毒而死亡的人群 以及不同族裔的人群 在获得关键治疗和减低伤害服务方面存在的差距 自8年前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开始监测阿片类药物过量危机以来 加拿大目睹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悲剧 已有超过4万人死亡 颠覆了无数家庭的生活 改变了许多最脆弱社区的面貌 据该机构估计 截至2023年 这场危机造成平均每天22人死亡 研究人员调查了2017年7月1日 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 安省因意外阿片类药物中毒而死亡的6600多人 在这项研究调查的6687例死亡病例中 绝大多数是白人 其次是亚洲人 黑人和拉丁美洲人 一些不明种族群体的死亡人数被排除在计算之外 研究人员发现 当他们比较研究期间第一季度和最后一个季度按种族划分的死亡人数时 比例发生了变化 2017年第一季度 7月至9月 白人占死亡病例的92.6% 到研究期的最后一个季度 这一比例降至90.1% 与此同时 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的死亡比例 从3.6%上升到5.9% 而黑人的死亡比例 从3.9%小幅上升到4% 研究还发现 所有群体中的大多数死亡病例是男性 死亡的黑人和亚洲人 往往比白人更年轻 并且大约一半的死亡发生在私人住宅 但黑人在家中死亡的频率低于白人和亚洲人 而白人在户外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的可能性 也较小 死亡病例集中在低收入社区 死亡的拉丁美洲人和黑人中 近50% 生活在收入最低的地区之一 相比之下 白人的人数仅占不到40% 死亡的亚洲人 居住在低收入社区的可能性最小 无家可归 在黑人死亡病例中最为常见 占19.7% 而白人为13.1% 亚洲人为9.5% 我们看到更多种族的人群在低收入社区死亡这一事实 可能反映出这些地区的诊断 治疗和减低危害服务的总体可获得性较低 同时还有一些结构性因素 例如耻辱问题和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 在极端组织ISIS-K上周对莫斯科音乐厅发动大规模恐袭后 周日 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在接受ABC新闻采访时警告说 极端组织ISIS有袭击美国和其他外国势力的强烈欲望 并称这是一个会日益增长的威胁 他警告称 在莫斯科袭击后 伊斯兰国ISIS对美国构成不可避免的威胁 ISIS有强烈的欲望攻击美国本土 此外 国会山报周日也报道称 多位智库研究人员认为 这个曾局限于阿富汗的恐怖组织 很可能也会在美国和欧洲实施类似莫斯科的袭击 而且可能比想象的要更早 本月23日 伊斯兰国在中亚的分支机构ISIS-K声称 对莫斯科音乐会恐袭事件负责 袭击造成至少143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因此备受关注 这也是20年来俄罗斯遭遇的最致命袭击 多位专家警告说 应该认真对待 ISIS-K能够迅速扩大袭击范围的问题 因为就在几年前 该组织在中东以外实施袭击的能力还很有限 如今 其发展壮大的速度令人震惊 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库格尔曼表示 我不想说这是对美国本土迫在眉睫的威胁 但ISIS-K能从一个通常局限于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组织发展起来 到现在它与阿富汗以外的很多阴谋都有关联 这非常令人担忧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塔内甲也认为 ISIS的分支机构在全球日益蔓延 他说 ISIS继续在世界其他地区蓬勃发展 这些地区可能是大多数人不太关心的 这可能会让威胁看起来不那么严重 但情况却不容忽视 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周四表示 国防部的目光没有离开过ISIS 但由于美国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 华盛顿在阿富汗针对ISIS-K和其他极端组织的情报能力减弱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今天表示 即将出台的联邦预算案将包括一项全国学校食品计划 杜鲁多今天在多伦多与财长方慧兰和家庭部长一起 宣布了这一消息 这是自由党政府公布的又一项预算措施 沃太华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国家食品项目上投入10亿元 联邦政府将在五年内花费10亿元来实施该计划 这反映了执政的自由党在2021年的竞选承诺 在所有省份和地区 为饥饿的学生提供食物的学校公餐项目 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但是数据显示 这些项目只覆盖了大约21%的学龄儿童 这些项目主要是通过省和地区政府的资金提供 以及私营部门和社区的捐赠 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倡导者说 这些资金也需要大幅增加 据加拿大早餐俱乐部称 加拿大是七国集团中 唯一没有全国性学校食品计划的国家 倡议者认为 由于资源短缺和食品价格高企 各省 地方和慈善机构的项目捉襟见肘 需要一个全国性的项目来填补这些项目留下的空白 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和研究表明 加拿大人正在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 倡导者称 现在比最初做出承诺时 更需要全国学校食品计划 学校公餐计划并不是自由党与新民主党达成的 供应与信任协议中的政策条款 两年来 新民主党一直在关键投票中支持政府 但新民主党最近呼吁联邦政府实施一项计划 去年12月 保守党投票反对了一项私人议员的法案 该法案旨在为学校食品计划建立一个国家框架 保守党领袖伯利智严厉批评自由党政府 处理经济和负担能力问题的方式 指出全国各地使用食品银行的人数增加 伯利智和多位省长也呼吁政府取消碳税上调 据媒体援引南苏丹机场管理层消息报道 当地时间3月31日 一架波音727货机在南苏丹上尼罗州马拉卡勒机场坠毁 据报道 马拉卡勒机场代理总干事保罗马约克拉瓦尔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天上午约11点 一架属于酷石航空公司的波音727货机 飞往上尼罗州首府马拉卡勒期间坠毁 当时的情况是这架货机降落在距离跑到机密的地方 导致轮胎爆炸和飞机轻浮 随后飞机失去控制 与早前坠毁的飞机相撞 拉瓦尔说道 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飞机严重受损 无法修复 拉瓦尔补充称 飞机上有7人 其中包括6名机组人员 他们都状况良好 只有1人受伤 飞机上有3人的飞机